大家好 欢迎回到咱们这个闲聊天的节目 今天呢 咱们接着讲乾隆朝的文字语 这上回啊 咱们讲了 乾隆想尽一切办法 逼着这各级的官员去查处禁书 于是呢 全国上下都冻起来了 这各省的都府啊 想的明白 皇上现在最关注的就是这件事 如果这禁书的数量 咱查处的少了 那轻则获罪 重则可能小命不保 反过来想呢 你要是查处的多了 皇上指定高兴 没准还有禁书的机会 于是呢 慢慢这个查处禁书的多少啊 变成了最重要的一项禁书指标 咱举个例子 浙江巡抚三宝 把全省跟学政教育相关的官员 全都聚拢过来 告诉你们啊 别在办公室待着 什么都别干了 那些都不重要 专门啊 给我去寻访禁书 啊 还告诉你们 将来 既以缴书之多寡 为补用名次先后 将来 你当什么官 官大官小 就看你查处禁书的多少 这朝廷各级衙门都动起来了 老百姓们也感受到了 这老实的心里边害怕 生怕这些所谓的逆案什么 牵连到自己 那不老实的呢 可是高兴了 平常跟谁有过节 看谁不顺眼 你也治不了他 现在有办法了 就算自己家里不是书香门第 你网上书 家里边总有那么一本半本书吧 这书里边 只要你找 总能找到悖逆的说法 到时候告到衙门 这衙门你放心啊 别管真假 没人管真假 一定会从诉从中处理 最后结果只有一个 这书上教销毁 人断子绝孙 于是啊 这修订四库全书 本来是一场文坛盛事 结果呢 演变成了一场文化浩劫 这乾隆朝这文字玉啊 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咱们呢 跟大家罗列几个 安徽省 有一个共生叫方芬 这位呢 出了本诗集 里边有这么一句 肩胛欲白 陆华清 梦里哀红 听转名 哎 这被人告发了 这怎么悖逆呢 梦里哀红 听转名 你梦里边难受 哀红 就盼着天明 你是盼着天明吗 你是盼着大明吧 妄想要恢复大明江山 哎 这方芬啊 这时候早已经去世了 入土了 入土也不放过你 把你抛坟 入室 而且子孙 全部战首 再有一个 江苏扬州 有这么两家 打田产官司 一边叫蔡家树 一边叫徐诗田 这蔡家树说 打田产官司 咱算是扯不清楚了 我换一赛道 就说徐诗田 他们家悖逆 他怎么悖逆呢 这徐诗田呀 不出书 没关系 网上找 徐诗田的爷爷叫 徐书奎 这位是个诗人 哎 找吧 准有着悖逆的句子 你看 找找了 他写了一句 明朝七镇河 一举去青都 就是明天早上 我振奋翅膀 一举飞离这都市 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吧 你这是明朝吗 你这是明朝吧 想着要明朝振奋双翼 一举扫灭我大清的都城 其心何其狠毒啊 于是呢 这徐书奎 你想他爷爷嘛 早也已经去世了 一样 开关录施 他孙子徐诗田 被判了斩监后 秋后处决 同时家产入关 这田产你们也别争了 官府没收了 这个呢 大伙应该想明白了 你那时候写这诗啊 可不能碰清啊 明啊 这些字啊 总会让别人扯上关系 那不碰这俩字就没事了吗 再看这个 康熙朝有个诗人叫卓昌龄 这卓昌龄呢写了本诗集叫一鸣集 这听咱们节目睡觉的朋友跟你说说哪俩字啊 回忆鸟儿打鸣 大概这么个意思 一鸣集 你是回忆打鸣吗 你是回忆明朝吧 玩这个谐音梗 搞同音不同字 于是呢 这卓昌龄 你想康熙朝的 也早去世了 一样 开关录施 他的孙子卓天柱 还活着呢 也判了斩监后 秋后处决 那么看来啊 这同音不同字的 也都得躲开 不能用了 这就完了吗 再看这个 礼部侍郎 沈德前 这个沈德前 咱们前面提过一句 讲乾隆下江南 跟他对诗 一片两片三四片 那位 他呢写过这么首诗 写黑牡丹的 叫夺猪非正色 一种也称王 这牡丹这不都是红色的吗 猪就是红啊 他呢黑牡丹 非正色黑色的 但是呢 一种也能称王 就这么一句 这个也被人告发了 你这是影视朝政啊 说我们大清 夺了朱元璋 老朱家 大名的江山 说我们一种 也配称王 哎 所以你看 这个连这个朱元璋 那朱字啊 也得躲开 这再躲开 就没事了吗 咱们再看这个 江西省德兴县 有这么一个大的家族 都姓朱 这家族内部有天产纠纷 一边呢是朱平璋 另一边叫朱霞 是他一族兄 这朱平璋呢 就把这朱霞告了 说他们家悖逆 怎么悖逆呢 他家里有一本藏书是逆书 是他爷爷铸廷正写的 叫旭三字经 这怎么是逆书呢 这里边有这么一句 说呀 大元朝把这大明 把这大宋给灭了 汉人的江山没了 写了这么一句 发披左衣冠羹 南华夏遍地僧 你这是写大元吗 明明就是借着大元 讽刺我大兴 灭了你汉人的江山 于是呢 这朱霞正 你想他爷爷嘛 也已经去世了 一样开棺录尸 朱霞和他16岁以上的子孙 全都判了战力决 那好了 看来呀 这跟历史相关的这些题材 也都不能沾 尤其是业余历史 以后别看了啊 太危险 那就躲开了吗 再看这个 安徽有一位叫戴士道 这位爷被告发了 告发他什么呢 说这戴士道 戴士道没事 戴士道他的祖爷爷 他曾祖叫戴一孝 写了本书叫 必落后人诗集 这诗集里有这么一句 且去从人补太平 就是我呀 占卜一下以后的日子 太不太平 你这什么意思呀 你占卜以后太不太平 就是暗指今日不太平 不然何用占卜啊 我大庆乾隆盛世 怎么可能不太平呢 讽刺朝政 于是这戴一孝 你想都祖爷爷了吗 把他开棺露尸 他的重孙子戴士道 这还活着呢 斩首 他的子之多人 也被判了斩监后 秋后出决 家里的妻女幼儿 被发配为奴 那好了 那我干脆什么都不写了 我看书总没问题了 也有看出毛病的 你看这个 湖北孝赶县 有个声援叫成明烟 这位呢 看书 看二十四史第三本 二十四史史记汉书 后汉书三国志 他看这个后汉书 后汉书里边的赵一传 里边有这么一句 文集虽满腹 不如一囊钱 我满腹的文章 都不如一袋钱好使 这是古人写的 这个赵明烟呢 成明烟 在这旁边看完了 写了一句评语 古今同凯 看来古往今来的读书人 都有相同的感慨啊 得 这就因为这四个字 被人告发了 我大清 尊孔尊如学你们汉人的文化 最重视文化发展了 在我大清 怎么可能文集满腹缺 不如一囊钱呢 于是这位也被斩首了 那好了 这些都不提 你不高兴 也能找出你毛病了 看这个 湖北黄梅 有这么一位叫 石酌怀 他写了一首 大道日已末 谁与相维持 我站在大道之上 看着远处啊 夕阳夕下 心生感慨 心里边悲凉 觉得 这谁 跟我能相互扶持呢 就心情不好 这么去诗 这也被告发了 还是那句话 我大清乾隆盛世 老百姓的日子 那是幸福的紧呢 你居然连个相维持的人 都找不到 歪曲失实 于是这位也被处斩 亲属连坐 再有呢 你什么都没写 什么也没说 这都能被找出毛病了 咱们看这个 刚才咱们讲那几个案子里 不是有一个徐树魁的诗集吗 这诗集啊 在前面集 罗列了帮着这个诗集 做校对的人员 里边有这么两位 徐首发和沈承卓 这两位 名字就大逆不到 怎么回事呢 跟大伙说说 你都想不到 他怎么琢磨的 说这两位啊 这名字单看 单看自己 啥事没有 但是坏就坏在啊 他们俩的名字 罗列到一起了 你们给这书就做校对 怎么你俩都去了 你俩都去 你俩名字还挨着 挨着成什么了 徐首发沈承卓 先说这首发 首就是头啊 首发 头发 沈承卓 卓呢 别欺负我大清梅学问啊 按你们汉人的解释 出自孟子 牛山之木 若比卓卓 这卓卓啊 就是光秃秃的意思 手发成拙 头发光秃秃的 这不就是讽刺我大清 逼着你们汉人剃发吗 哎 你看这弯绕的 用心何其毒也 这例子啊 就举不胜举了 咱们再说一个大伙熟悉的 红楼梦 红楼梦在咱们今天 这地位可靠啊 这是四大名部之一 在那个时候啊 这是本禁书 为什么红楼梦成了禁书 在里边的原因啊 太多了 咱们说其中一点 说这红楼梦啊 讽刺乾隆皇上南巡 说皇上南巡 铺张浪费 这都哪跟哪呢 哎 红楼梦里有这么一段 王熙凤跟赵嬷嬷人聊天 这赵嬷嬷就跟王熙凤说 说过去啊 这些大户人家 接待皇帝南巡 哎 那多么排场 原文是这么说的 这赵嬷嬷说 大买买 那接待皇上南巡呢 那可是千载西方的 哎 那时候啊 我才记事 咱们贾府正在 顾苏扬州一带 建造海房 修理海塘 我们啊 只预备接驾一次 嘿 把银子呀 都花的像躺海水似的 还有啊 如今现在江南的真家 好适派 读他家 接驾了四次 若不是我们亲眼所见 谁告诉谁 谁也不信的 啊 花了多少钱呢 别讲银子都成了土泥 凭是世上所有的 没有不是对善塞海的 这罪过可惜四个字 竟顾不得了 哎 王熙凤在旁边问 哎 那大妹他们家 怎么就这么富贵呢 哟 告诉奶奶一句话 他们家哪来的富贵啊 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 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些个虚热闹去啊 你看看这话说的啊 这就差报我们乾隆皇帝的身份证了 前面咱们再讲一案子 广西学政胡忠早 他这案子是乾隆亲自办的 哎 查处的逆书叫 监模生师超 哎 咱们看看乾隆的遇址 说的有多邪乎 乾隆说 从前我爹的时候 查办了不少大逆不道之人 比如说扎四亭汪景祺吕流良 这些咱们在雍正王朝系列里都讲过 当时啊 我父皇使身名大义 严加逞创 以正伦记而为世道 这之后数十年来 朕以为啊 这中外臣民都已经知道警惕 不敢再悖逆了 哎 没想到蹦出这么个湖中早 他都写了什么话呢 你们听听啊 你们听了你们也得生气 说一世无日月 日月什么 并起来念个名啊 不就是赶海 大明朝已经不在了吗 再有 写什么 又降一世下秋冬 我大清定顶天下一来 成平和好 哎 尤其是我乾隆盛世 那百姓 无人不幸福 你呢 偏偏老想着要又降一世 这世尚有人心者乎 你还识人吗 还写什么 一把心肠论灼 这灵乃是我大清的国号 你在国号前面 加一个灼字 适和肺腑啊 再有写什么南斗送我南 北斗送我北 老是把这南北分体 我大清无论东西南北 莫非王土 你干嘛老南北分体啊 分明就是想分裂我大清 最可恨的这一句 说老佛如今无病病 朝门闻说不开开 还这句真是气人啊 朕 朕勤政啊 多辛苦啊 每日听政召见臣宫 什么时候有朝门不开之时啊 朕执政这几十年来 咱们这满朝的文武大成 有不少有学问 给朕进献他们写的诗集 朕看这诗 也看了不止千万首啊 这里边字句 也有那个不知简点的 可是呢 朕都治而不论 朕没管过 朕从来没有以语言文字 责备处分过什么人 他也真好意思说 现在呢 这胡中早之事 实在是把朕给气着了 措辞用意 是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 他棒极朕公有可 棒极本朝则叛逆耳 这个胡中早啊 你要是骂朕自己 你怎么骂都行 朕肚子里能撑航空母舰 可是呢 你要侮辱大清 就是不行 朕一定要处置你 于是呢 把这胡中早判了 凌迟处死 之后呢 乾隆还是那老套路 朕心善呢 你这么坏 朕都不忍心把你凌迟 给你减刑 改判为斩立绝 只把你的头颅砍掉 就可以了 这乾隆朝的文字狱啊 数也数不清 大伙要感兴趣呢 你去上网搜 这是多得很 那大伙想想 咱们今天看这些文字狱的案子 看得都触目惊心 匪夷所思 那个时候的百姓们呢 感受到的是巨大的恐惧 这日子哪还过得下去啊 那么乾隆朝的文字狱 他又是怎么结束的呢 后来呢 在乾隆47年 河南的官员 又接到了一旦这样的举报 说河南的光州 有一家叫祝万青 他们家呀 悖逆 怎么呢 你看啊 他家门口 这匾额上写的这对联 这么写的 上联是无祖无宗 一绝孙谋 下联呢 若易若子 增其事国 横批是斗登长心 这怎么就悖逆了呢 这告发的人说 这种对联 这口气也太大了 只有皇家说这话才合适 他凭什么说 他这就是想谋反呢 当地的官员一听 对 他就是想谋反 这样的逆案 要活速上报朝廷 依据平时的经验 像这样的案子报上去 皇上呢 就算不提拔我们 肯定也嘉奖我们 办事勤明 没想到呢 这回乾隆这么回复的 说这个对联啊 纯属就是杂凑字句 你要说他文理不通 是没错 你要说他语句为爱 说他悖逆 甚至要谋反 这太牵强了吧 如果如此吹求字句 天下何人得自杰免 咱要是这么吹毛求死 那天底下就没有不悖逆的人了 这个根据此案的这情节 看来竟属险诈污王 纯属就是污告 你们可好好审啊 断不可因此拖累无辜 智掌凋锋 而且呢 乾隆还嘱咐 说这 咱们现在看各种诗词文章啊 如果真的有像前朝的 钱千亿呀 吕流良啊 这样大逆不道 真要反清复明的人 这确实应该搜查言半 但是呢 如果写文章的这人 并非有心违背 不过是字句有些瑕疵 错失检点不是故意的 不是真要造反 朕从不肯有意吹求 朕绝对不会抓人字眼上的毛病 去处分怪罪谁 大伙一看 皇上您这 您什么情况 您这是吃错药了吧 这是 之前逼着大伙搞这文字语 不就是您逼的吗 现在说不搞 又不搞了 一句话 我从来没搞过 这合着搞不搞 都是您一而说了算 那可不吗 那时候搞不搞 还不是皇上说了算 于是呢 就在乾隆四十七年之后 你看这文字语的数量啊 是断崖式的下跌 很快就没有了 哎 为什么呢 怎么这乾隆朝的文字语 突然兴起 又突然结束了呢 我们现在啊 咱们再回想一下 乾隆 他就真的相信那些人 就真的要谋反吗 就写句诗 哎 就就要谋反了 乾隆是不是个傻子呢 肯定不是 他也知道 这些案件啊 很多都是捕风捉影 牵强附会 那些涉案的人员 被抄家 被刨坟 录尸的 很多都是冤枉的 那为什么 还要搞这文字语呢 我们现在分析 乾隆大概有两方面的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要销毁禁书 哎 把现在市面上流传的这些 所有的书籍里面 有关影响我大清声誉的 尤其是涉及反清复明的这些书 要全部销毁 那你要全部销毁 就必须得矫枉过正 哎 你看现在逼的 民间互相告发 哎 凡是这个 带清字带明字 甚至谐音的 他们都不敢写了 那朕就相信 这禁书 真的是消灭干净了 从此之后啊 后来人 就只能看得到 对我大清歌功颂德的文章 哎 他们生长在这种环境下 就理所当然的认为 大清才是天下正统 下一个目的呢 是恐吓 要让那些怀念前名的人 彻底臣服 知道恐惧 那么乾隆的这两个目的 他达到了吗 咱先说销毁这些所谓的禁书 哎 借着编撰似乎全数 乾隆啊 全国到处收览这些书籍 收来的所谓的逆书 都在宫中集中销毁 同时呢 在民间 大伙也在烧书 哎 生怕这些大天被人告发 又说自己悖逆 哎 被拉出去砍了 所以呢 民间也在大量的烧 官员们呢 除了烧书 还要烧毁跟自己相关的文件和信函 这都有可能变成别人诬告自己的口实啊 有人做过不完全的统计啊 因为民间到底销毁了多少书籍 这没法统计 说在这个乾隆修订四库全书期间 销毁的书籍多达五百三十八种 一共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 涉及到六七万卷 咱们前面说过啊 乾隆耗时二十年 全国各地搜罗这些书籍编四库全书 搜罗了多少啊 七万多卷 这销毁的书籍跟那个数量是差不多的 所以有人说啊 乾隆花着几十年的时间 编转了一部四库全书 同时也销毁了一部四库全书 所以这销毁禁书的目的应该是达到了 再下边这恐吓呢 咱说说这文字域案件的数量啊 康熙朝的时候 这六十多年十余起 雍正朝的时候呢 有二十余起 而乾隆朝呢 文字域的案件多达一百三十余起 天天到处都充斥着这种新闻 谁又被抓走了 谁家又被灭门了 百姓们能不害怕吗 当时有个大学士 这官够高了 叫梁施政 他就这么说过 一切字迹最关尽要 这文字的东西啊 最可怕了 千万可不能留 我跟刘统勋 我们俩人 我们二人是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 跟谁都是小声说话 说完了 你再说我说过什么 我可不承认啊 字迹的东西更是没有 坚决不写信 就是有的东西 必须要打个草稿 这无用的稿纸 一臂焚毁 写完月后集焚 赶紧烧了 这个刘统勋是谁呢 咱们都看过宰相刘罗郭 刘庸 刘罗郭 他的父亲就是刘统勋 刘统勋啊 是一个有名的大臣 以敢于执剑著称 参作过像大学士张廷玉 上书乐亲这样的高官 可是呢 在那个时候 连刘统勋这样的人 都不敢说话 不敢写信 更别说普通的官员 更别说普通的百姓了 于是呢 让大家感到恐惧 这个目的应该也达到了 乾隆知道啊 这恐惧 这可是个好东西 知道了恐惧 它能让官僚机构 更有效率 能让底层的百姓 更加驯服 能够让他们 对朕偶尔的人词 都感恩戴德 哎呀 这个文字玉啊 真是搞得好 达到了朕的预期 至于这里边 有多少人被冤枉 多少无辜的人 被抄家灭门 这不是乾隆考虑的因素 想干成事 哪能不付出点代价呢 可是呢 随着文字玉的大面积兴起 文字玉的负面影响 也越来越大 这个乾隆就不能不考虑了 首先这些官员呢 无心工作了 还干什么活啊 干的各种绩效考核指标 都不如这查处禁书数量 来的有用 所以呢 大家都憋着要 查处禁书立功 再到民间呢 老实人天天活得是战战兢兢 生怕哪天被人告发 然后就抄家灭门 那不老实人呢 哎 这可高兴了 无告成风 今天告这个 明天告那个 这个成风 成字写错了啊 这这么下去啊 这这个这么下去 这成何世界啊 乾隆让大家感觉到恐惧 这是为了让大家不敢造反 可是你要让人家连活路都没有了 那不是逼人家造反吗 这时间长了 自己这所谓的乾隆盛世 恐怕就让自己祸祸完了 所以啊 差不多了 该收手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